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馬雲回到杭州 參觀雲古學校 綜合報導 幹過副部長 他天文稱與美鬧翻 沒人會站中國這邊 秒遭盡 而無戰怪象 瓦格納頭子瘋狂點讚烏軍 澤連斯基示弱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3月27號 星期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南華早報 馬雲回到杭州 參觀雲古學校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編譯報導 據南華早報消息 馬雲週一參觀了杭州的雲古學校 這是一所由阿里巴巴合夥人於2017年投資創辦的私立學校 據熟悉他日程安排的消息人士透露 馬雲在海外旅行一年多後最近回到了中國大陸 並參觀了他在杭州市創辦的一所學校 周一 馬雲會見了雲古學校的師生 這是一所涵蓋從幼兒園到高中的私立學校 由阿里巴巴合夥人於2017年投資創辦 馬雲與學校討論了教育問題和ChatGPT技術 馬雲曾在香港短暫停留 參加了巴爾賽藝術展 眾所周知 馬雲對繪畫和藝術充滿熱情 阿里巴巴擁有南華早報 2019年 馬雲在其55歲生日時 從阿里巴巴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休 他一直在不同國家旅行 學習農業技術 南華早報說 儘管馬雲近年來已經淡出公眾視野 但他的行蹤受到密切關注 尤其是在他創立的公司 包括阿里巴巴及其金融科技子公司螞蟻集團 在北京加強對科技行業的打擊 受到監管部門的審查之下 曾經是英語教車的馬雲表示 他希望將退休後的日子奉獻給慈善事業 農村教育 並追尋自己對振興農村的興趣 在那以後 馬雲出現在歐洲 日本和中國 參加教育和農業活動 七年早些時候 他出現在泰國進行農業和漁業研究 他還在日本逗留了三個月 在那裡他研究養漁場的運營和技術 幹過副部長趙山 塔天文稱與美鬧番沒人會站中國這邊 秒遭近 阿波羅網記者唐寧綜合報導 近期中美關係愈發惡化 兩國局勢愈加緊張 對此 中國前外交部副部長傅瑩最近在微信發表文章 呼籤中國民眾想清楚 當中美關係徹底鬧番時 有沒有國家願與中國站同一邊 此文章目前已被刪除 中共紅二代 中共中央黨校 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在推特破文 指出 傅瑩一篇評論中美關係的文章遭到刪除 有網友在文章背刪前截圖部分內容 並上傳到推特上 對此其他網友留言表示 有啊 俄羅斯 伊朗 北韓 掐著手指數了好幾遍 也就這三個了 冒險上微信鏈接看文章細節 發現已經因違規下架了 原文章已經掛了 沒有意外 傅瑩在澳大利亞擔任大使期間 經歷了住居黎陵市館政治參贊陳用林 以及原天津市國內安全保衛局工作人員 郝衛軍等人的叛逃事件 她努力削減這兩起事件給中國造成的負面政治影響 並積極推動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等 傅瑩因為陳用林的投誠 並揭露她的職員如何暗中偵查法輪功學員和當地中國社區團體而大發雷霆 她警告說 如果澳洲允許陳用林留下來 她將會如打開水渣般 引來更多的投誠者 傅瑩還指責陳用林為了能留在一個國民平均所得 是中國27倍的國家而撒謊 她想用陳用林的動機抹黑為經濟上 但她無關緊要 就如同當中國採取威脅時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 她導致了相反的結果 一天以後 澳大利亞政府終於宣布 陳用林獲得了永久居留權 傅瑩還為北韓核武洗白遭駁斥 2018年 傅瑩在德國莫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核安全談話 在談到朝鮮半島局勢時 她稱 美軍及其盟友與北韓的軍事敵對一直是半島緊張的根源 由於美方的巨大軍事壓力 使得北韓認為自己受到存亡的威脅 為實現終極自保走上擁核的道路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14日在德國莫尼黑安全會議呼籲 各國在建設5G網絡時 應遠離中國電信巨頭華為 傅瑩當場向佩洛西發問 把華為技術引入西方國家的5G 就能威脅民主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如此脆弱 佩洛西回答說 華為是通過逆向模仿美國的創新技術起家的 這是他們起家的主要方式之一 我們不想模仿中共的制度 俄烏怪現象 瓦格納投資瘋狂點讚烏軍 澤連斯基示弱 最近俄烏戰場上出現了神器的現象 一方面是瓦格納投資瘋狂點讚烏軍 一方面是澤連斯基故意示弱無法反攻 作者9點3刻看世界撰文說 瓦格納的老闆普里格金在這個視頻中說 我們在巴赫穆特遇到的是一支紀律嚴明 打仗聰明的部隊 當我們吹噓自己輕視對手的時候 他們卻打得我們滿地著牙 而澤連斯基卻有一些故意示弱的說法 他對獨賣新聞記者說 在目前情況下 基輔目前無法發動進攻 我們還不能開始 如果沒有坦克 大炮和Hammers 我們就無法將勇敢的士兵送到前線 澤連斯基說 該國東部的局勢不利 烏克蘭目前正在等待其盟友向其提供武器 他進一步警告說 任何延遲派遣戰鬥機和遠程導彈都可能延長戰爭 其實 烏軍能堅持到現在 已經雄變地說明烏軍絕非弱旅 當然 普里格金抬高烏軍 主要還是向俄軍施壓 他的囚犯兵沒的沒 傷的傷 剩下的也快到半年期限 現在讓這些還有兩個禮拜就將獲得自由的囚犯兵再去充當炮灰 難道他們不會掉轉槍口嗎? 何況 俄軍炮彈缺乏 先進武器多被摧毀 能給瓦格納提供的各種援助已十分匮乏 普里格金抬高烏軍正是為了希望獲得更多資源和政策的支持 而澤連斯基的說法也要兩方面看 一方面來說 絕不相信烏軍一點反攻的能力也沒有 但是 能防禦的部隊不見得足以勝任進攻 進攻中的部隊會露出更多破綻 需要更多彈藥和其他支持 而防守者早就挖好了攻勢 測算好了射擊珠源 買好了地雷 就等進攻者上來送人頭 為了恢復和平 為了國際秩序 為了民族獨立 烏克蘭人已經僅憑本國的人力堅持了一年多 這一年多 使用的武器依然大部分是烏克蘭戰前自己的 烏軍雖然勇敢智慧 但大量缺乏重型武器和進攻性武器 可能導致烏軍在反攻中傷亡巨大 卻未必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 所以這是西方可以繼續增加援助的重要方向 不過 依然相信烏軍必然會在今年取得勝利 各國對烏克蘭的援助從來就沒斷絕 而且從提供維修支持和緊急購買調運更多炮彈來說 供應的狀況正在越來越好 各國截至目前仍不斷強調 對烏克蘭的援助不設時間限制 達到什麼時候就會援助到什麼時候 更重要的是 俄軍對烏克蘭的胡作非為 讓烏克蘭人同仇抵抗 誓言打敗敵人 俄羅斯如今內無良將 決策全靠拍腦袋 外無強援 打仗全靠囚犯兵和股東坦克 這樣的國家 長期作戰的能力未必就強過烏軍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了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那邊沒有黃標和紅牌的問題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為了不見的 你們在乾淨世界大廈 你們在乾淨世界大廈 要不要再乾淨世界大廈 改造,下廈世界大廈 ,下廈世界大廈 、下廈世界大廈